经济日报今日推介股份 建议大家留意网易的9999 简选原因是 A股昨天由低位回升推动港股 行指持续守21000关 港股后市关注内地维稳力度 内地疫情进展 新经济股和美股表现等因素 内地呼伏审批游戏版号 手游行业仍复苏 这就是股份关注网易 在本港上市的游戏开发和发行商中 腾讯、网易和Bilibili分别占领行业头三位 其中按去年的营业收入计 网易游戏业务收入占整体7成2 远高于腾讯2成3和Bilibili2成6的占比 网易的基本链对新游戏许可的审规较敏感 股价走势上 网易昨天升超过4% 收报148.4 成交增加超过一倍至接近11元 一线图就是诚实自身形态 并且有较大成交配合 反映就是很淡角力后市代变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可以hold 天线 大约是147个出去收集 先以今年1至2月的横行区顶部 即大约169元作为目标 向下头调整7% 大约137元就要减辞了 第1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断 赛 钝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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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